謝謝老婆 各位 現在新郎 我要親為親娘了 我 好可憐 好可憐 少女兒就是娃娃廟 要會驚喜 來 小小 給我準備好的內部拿出來 大哥 不好意思 你還記得嗎 我還在那裡 你是怎麼這麼重要的日子 作為主隊友 但是我已經召酒餅了 我已經拜託愛的小天使 來補給我 醫生 沒錯 我就是今天的愛的小天使 放棄你 這是你買給你護人的內部 來 謝謝你 小天使 如果沒有 有人要給我打屁股 你 很漂亮 你怎麼會這樣 雅蕙不可以走路 像他水鑽石 不對你跟他走開 媽 你怎麼打敗氣 我都沒有了 媽 我說不對 雅蕙 其實這是 我當然知道你的意思 這東西不是一箱是一箱 有個童話故事的情節一樣 雅蕙 自稱尚在那裡後 不是要讓我牽出去的 一定有其他的用意 對嗎 這是雅蕙最了解嗎 其實我怎麼採取 童話故事的主角 我用一個心靈 不叫我 把我輸出黏黏的人 留在我身邊 所以 從今天開始 我要把童話故事搬到現實 我要把雅蕙 你身做公主 你就是我 雅蕙唯一的公主 你也喜歡雅蕙唯一的白馬王子 雖然說我皮膚比較黑 我把雅蕙唯一的白馬王子 現在快點 王子已經找到公主了 你這個王子 也不要亂說 褲在那裡 要有行動 現在現場都已經十八歲了 沒關係 沒關係 對不對 對 段姐 現在實在不一樣 沒人規定說 一定 只能當王子親公主 我要換過來 好 以前我也有一個女婦 要三個親身跟雅蕙 但現在聽我的燈好嗎 我現在就交給你 好 媽 那個金蕙唯一看起來 不像是一般的金馬天爬的 現在媽媽在家裡邊當時 送這個問題來自成 應該想她的用意 用意真清楚 她要大家知道金蕙唯一是她送的 要是這份禮物不簡單 也標示她對自成的課堂 最重要的是 她要我們兩個女兒 賣到自成的東西 我賣 阿嬤如果要這樣 我就是越買她燈檔 而且阿嬤偏心上有自成的東西 絕對不成這樣簡單 阿嬤 這索時看起來很重 阿嬤可以金蕙唯一 阿嬤一定有她的用意 沒錯 自成跟雅蕙 經過當生共事 甚至雅蕙 在最後一刻 不再使命去救自成 今天 我們這裡有一個團圍 在這裡辦許事 現在 我把這金蕙唯一交給你們 就定時歡迎雅蕙 正式來做陪家的人 謝謝 阿嬤 谢谢大家